市区的快捷酒店里发生了一起离奇命案 被害人包小姐被客人残忍地杀害了 警官大老王赶到了酒店 看到被害人的胸前刻着一个X型的符号 更加诡异的是 凶手的遗物和证件都留在了案发现场 大老王查看四周 在走廊的检修口里发现了一丝不挂的凶手 今儿跟大伙聊一部日本的恐怖片X生殖 警方很快对凶手进行了审讯 凶手承认自己杀了人 但又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杀人 根据心理学家的分析 凶手似乎是被什么东西给蛊惑了 这已经是这个月的第三期命案了 而且凶手的表现都出奇的一致 由于找不出这些凶手作案的任何动机 这让大老王和心理学家非常头疼 求败小哥由于失忆整天满世界流浪 这天他在海边遇到了热心肠的男老师 男老师看求败小哥实在可怜的带回了家 求败小哥的记忆力只有几秒钟 说了下就忘了上去 因此任何人都无法跟他正常的沟通 虽然求败小哥说不清自己的事 但他却打着打火机开始询问男老师的情况 男老师看到火苗之后 脸上的表情当时就迷茫了 大老王的老婆不仅记忆力不好 而且精神上也有问题 这些年可把大老王折磨的不清 第二天那一早 收留求败小哥的男老师 莫名其妙的把自己的老婆给杀了 大老王和心理学家对男老师进行了询问 但男老师跟之前的那几位凶手一样 只承认自己杀了人 但为什么杀人却根本就不知道 由于老婆有精神病 大老王这些年也看了不少有关精神疾病方面的书 他觉得这些凶手的行为可能跟童年的经历有关 但是被心理学家一口味否决了 转过天 一名警察看到求败小哥正坐在房地上发呆呢 警察上楼准备劝劝求败小哥 可没想到对方突然从楼上跳了下去 由于高度不够 求败小哥只是挽伤了脚 没什么大毛病 警察把求败小哥带回所里询问 但求败小哥是一问三不知啊 而且说话前言不达后语 云山雾爪 把两位警官听得是一头雾水 由于求败小哥身上没有任何的证件 因此也确定不了身份 就像在男老师家里那样 求败小哥打招打火机 开始反问老警察问题了 老警察看到火苗之后 当场就蒙圈了 第二天就开箱把通事给毙了 杀了人的老警察一点都不慌 完全不符合人性 被警察送到医院做检查的求败小哥 面对女医生的询问还是什么也说不清 本来求败小哥打算顾忌重施 利用抽烟的机会打招打火机 但由于医院里不允许抽烟 求败小哥便想出了另一招 他先是接了一杯水 然后把水洒在了地上 女医生盯着水傻傻的看了一会儿 然后整个人都不好 求败小哥很快便打开了女医生的心魔 日本是一个男尊女卑的国家 女医生对这种不公平有极深的怨恨 杀了同事的老警察很快便被抓了起来 大老王亲自审问了老警察 这次老警察倒是说出了一些杀人的理由 原来他和被杀的同事一直有矛盾 但因为有矛盾就杀人 这个理由显然有些站不住脚 大老王也不信 他和心理学家都觉得 老警察在杀人之前肯定受了某人的蛊惑 在大老王的逼问之下 老警察说确实见过一个人 但并不知道对方叫什么 这时候老警察做出了一个奇怪的动作 引起了大老王和心理学家的注意 心理学家问老警察是什么意思 老警察却说不上来 在求败小哥的催眠下 女医生终于干了自己早就想干 却没有勇气干的事 为了反抗这个男权的社会 他在男厕所杀了一个无辜的男人 由于求败小哥在医院的表现过于的诡异 因此被人举报给了警察 大老王带人很快来到了医院 并在低下时把求败小哥给活捉了 但是对求败小哥的审问极其不顺利 不知道不认识记不清 是求败小哥唯一的口误 虽然警方在男老师家发现了求败小哥的指纹 但求败小哥仍是什么都不说 并且还企图给大老王催眠 不过大老王这些年 跟有精神病的老婆在一起 磨练出了坚强的意志 因此求败小哥这次并没有成功 心理学家认为求败小哥肯定有精神病 必须做一个全面的检查 大老王通过一个令人匪夷所思的线索 居然找到了求败小哥的出租屋 在求败小哥的屋里 堆满了关于催眠和精神分析学的书籍 通过求败小哥的笔记 大老王得知求败小哥之前是五脏野医科大学的学生 虽然大老王的意志够坚定 但多多少少还是受了求败小哥的影响 他回到家看到自己的老婆上吊子杀了 不过这一幕只是大老王的幻觉 同时也体现了大老王内心阴暗的想法 虽然他表现得很痛苦 但其实他早就受过了老婆的折磨了 大老王来到精神病院的单人间 打算搞清楚求败小哥的情况 求败小哥在五脏野大学曾经研究过 梅斯莫的催眠暗示学 大老王准备以利用催眠暗示杀人的罪名 指控求败小哥 求败小哥还想用打火机催眠大老王 可大老王根本就不吃这一套 一记不成 求败小哥又想利用水给大老王催眠 最后被大老王给胖揍了一顿 心理学家警告大老王 不要再跟求败小哥纠缠了 不然很可能会惹祸上身的 为了诊断出求败小哥的毛病 警方请来了一大批专家 但这些人显然跟求败小哥不在一个层面上 面对质询 求败小哥依然答非所问 而且还差一点把警察局长给催眠了 大老王回到家 发现老婆的病情更加的严重 忍无可忍的大老王 只好把老婆送进了医院 精神病医生警告印堂发黑的大老王 说他的脸色看上去比他老婆的还差 让他一定得悠着点 大老王晚上来到心理学家的家里 心理学家为他播放了一段 关于催眠疗法的电影片段 这是日本最古老的催眠资料 拍摄于19世纪的末期 影片中催眠师做了一个X型的手势 但这个催眠师是谁却没有人知道 根据心理学家了解的情况 过去日本认为催眠术 就是一种灵魂召唤的邪术 这些神秘学被当时的政府一直压制着 想亲眼目睹几乎是不可能的 心理学家为了查询真相 不仅在囚拜小哥的家里 发现了一本名为邪教的书籍 而且还亲自去了早就废弃的邪教基地 最后心理学家又到医院见了囚拜小哥 这一见不要紧 心理学家马上就被催眠了 毕竟是专业人士 心理学家意识到大事不好 为了不让自己做出蠢事 他趁着自己的意识还清醒上吊自杀了 此时的大老王意识到 如果不把囚拜小哥搞定 那么惨案还将继续发生 但是要在精神病院里把囚拜小哥给杀了 那么他自己也会扔上麻烦 于是他偷偷摸摸的把囚拜小哥给放了 囚拜小哥逃走之后 来到了当年的邪教基地 大老王早就算准了这一点 他来到邪教基地 也没跟囚拜小哥过多的废话 掏出枪就把对方给毙了 那么原本一个医科大学的学生 为什么会莫名其妙的变成这样呢 原来囚拜小哥在研究梅斯莫的催眠暗事学的时候 由于身陷其中无法自拔 便来到了这个邪教基地 当年的那位催眠大师为了将自己的衣钵传承下去 在此前留下了一段录音 这段录音法力无边 谁听谁迷糊 大老王听完录音之后 一时就被催眠大师给控制 换句话来说 他变成了第二个囚拜小哥 而且功力比囚拜小哥更高一筹 不需要任何形式的帮助 直接就把女服务员给催眠了 看完这整部影片 我们还是来守唐诗压镜吧 催眠虽然很玄妙 但也不能开玩笑 牛皮吹得那么大 简直就是吓唬闹 打开玩笑